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七七八八 我是七七 先跟大家说一件事情 就是我开这个频道以来 因为时差的原因 所以我当时选择的更新时间 其实在美国这边就已经是半夜了 我每次并不是定时发布的 所以我是剪完上传完了之后 因为还想看一看朋友们第一时间的留言和反馈 所以我一般都会跟朋友们一起看完一次 那等到这样我再去洗漱之后 我基本上都是天快亮了才能睡觉 虽然是暑假期间 所以现在可以睡足 但是再这样下去的话 那马上开学了之后该怎么办呢 更何况因为长时间的熬夜 我现在已经开始有经常性的头疼了 所以我决定了 以后我就要更改这个更新的时间 为这个台湾时间 也就是北京时间的早上和晚上 那我这边就正好是上午和下午 之后就算开学的话 也应该可以是保持更新 因为我可以晚上把视频制作好 然后第二天在上传的时候 也不会耽误看到大家的反馈和留言 那朋友们以后可能就是早上起来 第一个看到的是我 晚上睡觉前可能最后一个看到的也是我 前两天跟大家说了 四通桥勇士2号的这个事 我当时其实看着周围冷漠麻木的人群 我只觉得特别的荒唐 我以为做这件事的勇士感到不值 但是呢就在几个小时之前 这个视频里的主人公 他就向李老师投稿了 那看完之后呢我就想说 无论如何 我觉得做这件事情对他本人 都是极具意义的 不管周围的人有多么的麻木冷漠 我觉得这件事情还是有意义的 投稿是这样说的 他说你好 我是一名来自中国湖南省的异议人士 我遭到了来自中国公安部的政治迫害 每天面临着来自政府人员的监视恐吓骚扰 我曾在白纸革命结束时 出于对中共独裁暴政的不满 而参与过天海报活动 并且多次在网上发言 反对习维尼独裁专政的封建统治 最终于中共黑警钓鱼群白纸俱阵内 因策划谋反而最终暴露 从去年7月份起 我就一直在受到狗政府的打压与迫害 共产党下台习近平下台 我始终是一个温和左翼 自从2022年11月24日新疆乌鲁木齐大火后 我对于中共一党暴政的最后一次幻想破灭了 出于希望同胞百姓过上更好生活的愿望 以及纯粹的好气心 在情感的冲动下 我贴了三张反共反习的海报 在这之后 我一直投身于研究中国的民主转型 以及在网上发表反对言论 以此推动中国社会的民主与进步 在2023年7月中旬 我在策划反对习维尼的独裁统治时 被网警发现 并持续受到监视 最终受到中共当局的软禁与折磨 我在软禁期间 因回忆起曾经的点点滴滴而尝试与中共妥协 观点也从反建制派变成了亲建制派 但是我在高压的恐吓下 我的观点又逐渐变回了反建制派 我最终意识到 与魔鬼是没有任何妥协余地的 我希望你们能将我的势力公开 曝光魔鬼的暴行 同时我也坚信在我们推翻中共后 中国百姓将在真正民主政府的带领下 过上平等自由的生活 最后附上我的名字 我的名字叫做方毅荣 是一个2023年的毕业大学生 今年22岁 来自于湖南楼底 我不会自杀并且精神正常 政府也在向我的家人施压 我是在压抑了几个月后 怀着愤怒的心情 写下了这封告状信 还有一段他本人的视频 大家好 我叫方毅荣 是个参与过白纸运动的年轻人 去年夏天 我在Tunny Ground里发表支持民主的言论 而被国安部盯上 自此 国安部开始对我进行惨无人道的脑控迫害 我现在发这个视频是为了证明 我已经不害怕他们了 暴政必然可怕 但权威压不垮人心 习近平再怎么迫害我们 也阻止不了民主的思想 一次又一次的在中国人的心中 生根发芽 长江之水不会倒流 我希望中国人能早日摆脱专制 过上更好的生活 做完这件事后 我可能会被精神病 也可能会死在监狱里 但是我不会后悔 他说的非常清楚了 就是在中共尝试对他进行思想控制的过程中 他有产生过妥协的念头 但是这种超高压的恐吓和迫害最终使他明白 跟这种组织也就是魔鬼是没有协商和妥协的余地的 我觉得这对台湾也算是一个警告吧 跟这种魔鬼是没有妥协和商讨的余地的 视频里还有关键的一点 就是方亦荣他是在电报 就是telegram上面发表的这个支持民主的言论 中共他不可能窃取telegram上的私人信息 那就只能是有人举报他 然后专门查到的 现在这件事情最让我遗憾的 就是不能够在国内大肆的流传开来 我真的觉得这其实是一个非常鼓舞人的一个行为 而且这件事情他应该得到大范围的流传 他会在人的心里留下一颗种子 当你跟魔鬼对抗的时候 求饶并不会让魔鬼心软放过你 只会让魔鬼觉得你更好欺负 他只会变本加厉 这个行为其实我不呼吁 但是我不可能会在这里说一些风凉话 我看到有很多人在争议方亦荣 他自己所说的脑控这一点 我想他的意思应该是 中共当时妄图对他进行全方位的 强行灌输式的思想控制 有些人还会觉得他不理智 觉得他笨 甚至嘲笑他的 我只想说就是 在这个时代下每天像个阴暗的臭虫一样活着 然后还在那为了自己能活着 而沾沾自喜的人 你怎么敢站出来嘲笑 呼吁民主自由的人啊 他一旦呼吁成功了 你是跟着受益的那个人 你怎么好在这落井下石呢 有人从各种角度理智的来分析 说他现在这么做就是去找死 觉得他脑子不正常才会这样去做 太冲动了等等等等 但是作为方艺荣本人 他就是相信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即使这么做真的 后来发现不能改变什么 他也是当时拿自己的生命来做赌注的一个孤勇的行为 现在还在沉默观望 指望别人出头来给你争一个民主未来的人 到底有什么资格对他说三道四呢 哪怕只是在社媒上你聊聊几个字发个声 你哪怕只是给自己身边的人去讲些真相 试图唤醒他们 我都已经觉得是很难得的 麻木的人真的太多了 狗血偷生的人太多了 这种敢于牺牲自己的未来 想为所有人争一个民主的可能 哪怕只是微弱的一个可能 这种行为都绝对值得尊重 出于理性 我确实不能呼吁这种行为 但出于感性 我绝对佩服他的所作所为 没人知道哪一件事 哪一个行为 就有可能会称为 蝴蝶效应中蝴蝶煽动的那第一下翅膀 没有勇气就是没有勇气 你说你自己默不作声的偷偷活着就算了 你怎么还好意思在这冷嘲热访 当礼中客出来教训人啊 有人在为理想而战 付出了生命 有人拿着键盘在那指点江山 然后看到这件事情之后呢 我还想起来前两天 我刷到的一个台湾的影片的片段 我为什么会把这两件看似毫无关系的事情联想起来呢 他们诡异的可以放在一起做对比 一个为了说句话表达一下自己的政治诉求 他需要以自己的生命为赌注 需要全家人为此冒险 要做好这样的心理准备他才敢 一个呢却可以光明正大的 非常轻松的公开拍摄 对着当事人本人的面直接喊要他下台 直接呼吁他下台 我想台湾的这个人 他后续应该不会遭到政府的围追堵截 或者他受到台湾国安部门的骚扰 或者是受到各种人身安全的威胁 就是来自政府的威胁 没有人能因为这个台湾人表达了自己的政治诉求 而把这个台湾人抓起来 对他进行精神虐待 但中国人想要说句话 甚至都需要考虑一下 你可能会为此付出生命 你可能会被变成神经病 你可能会失去行事能力等等等等 一句习近平下台 在中国公开场合你说出口 你可能就会因此原地消失 有时候我都会觉得 好像已经不需要再去对比 两个地方生活各方面的差异了 就这一点就已经非常明显的 非常准确的表现出了两个地方的不同 而就凭这一点 我就数高数低 这两个地方就已经不用再多做讨论了 到了这个阶段和地步 还有很多人在替中共说话 我是真的理解不了一点了 这几天有一个小粉红 他真的是持之以恒的 坚持不懈的在我这给我持续不断的留言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为了减刑 但是真的执着 我很想说 如果你为了减刑的话 那你加油 如果不是的话 我是真的不知道你到底这么做 是为了什么了 中共它真的不是一个缺了就活不了的一个东西 绝对不是什么你的恩人或者需要你去报答的对象 甚至中共它并不是一个关键 最重要的是制度问题 如果制度不改 习近平嫁鹤了 没有用 中共倒台了也没有用 所以你现在捍卫中共没有意义 我反共的原因也不是因为它是共产党 因为这个制度的本质不变 你换掉习近平 你换到中共没什么用 就像台湾现在 只要本质民主自由这个根不变 这个制度不变 谁上去 其实都坏不到哪里去 除非上去那个人 他想把这个民主自由给改掉 不然他就算搞事也很有限 我希望不管是台湾人还是中国人都能明白这一点 就是反共反习近平是因为现在是共产党执政 而这个独裁的制度是他们定的 并且一点没有想改的意思 如果共产党没了 下一个上去的 他还要这种独裁专制 那还是要鸡血挨骂的 你就能分清这个前后关系了吗 是因为共产党专制独裁才反对他们 不是非要反对共产党 因为习近平不当人才反对习近平 不是非要反对习近平 我觉得小粉红们这个脑子真的出场设置 可能就有一点问题 现在都这个地步了 信息强你也翻出来了 你看见这么多东西了 你还转不过来这个弯吗 我们其实根本不需要去黑中国 因为只要独裁是真的 我还需要再黑他什么呢 只要这一点还存在着 就算中国是世界第一大强国 也依然要被反对 你愿意回到明朝去生活吗 当时明朝不管是军事实力 经济实力还是国家整体实力 都是全世界最强 你现在愿意回明朝去当一个普通百姓吗 你敢吗 我是不敢 我害怕的很 因为明朝实在是 是中国可以说最恐怖的一个王朝时代了 他强大又有什么用呢 跟我一个普通百姓的关系 就是没有任何关系 那因为方亦荣他做的这件事情 我觉得反正就更鼓舞了我 我是不会停止发声的 中共如果他一直这样子去做 或者说中国他只要还独裁一天 我就不会停止 发出我自己的声音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 如果有什么问题想要问我的话 请加入会员频道 然后你会在社区看到我发的会员专属的问题 收集贴文 然后在下面留言就可以了 出于安全考虑 我个人隐私相关的问题 可能会斟酌的选择回答 但其他所有的问题 基本上我全部都会一一认真作答 谢谢大家依然的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 by bwd6